第三堂课,自由,大数据在盯着你,就自由主义看来,人类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 所有权利都是来自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在每个人的各种感受、欲望和选择之中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所以他赞成民主选举 在经济上,自由主义相信顾客永远是对的,所以他拥抱自由市场的原则 而在个人上,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聆听内心的声音,随心所欲,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就行 于是,这种个人自由的概念便被视为人权之一,并且丰弱神明 在西方的政治论述中,自由主义者 有时候的用法比较狭义且偏颇,特指支持同性婚姻、枪支管制、堕胎等特定议题的人 然而,就算是所谓的保守派,其实也会接受广义的自由主义世界观 特别是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该偶尔停战一下 想想彼此不都同意人权、自由选举和司法独立之类的基本原则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像是美国总统雷根与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这样的右翼名人 除了积极提倡经济自由之外,同时也坚定用户个人自由 柴契尔夫人在1987年的一次著名访谈便表示 没有社会这种东西,生活就是由男男女女交织而成 生活品质如何?端赖每个人准备为所有人承担多少责任 而非理性,柴契尔的保守党后辈 想法也和工党完全一致 认为政治上的权威是来自于每个选民的情感 选择与自由意志 因此,英国要决定是否脱离欧盟的时候 首相卡麦隆并不是去询问英国女王 坎特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意见 甚至也不是询问国会议员的意见 而是直接举办公民投票 问所有的英国人 你干该怎么做? 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 认为当时问的是你怎么思考 而不是你怎么感觉 但这是一种常见的误解 所有的公投和选举 永远诉诸的都是人类的感觉 而不是人类的理性 如果民主谈的就是理性决策 哪有理由让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投票权利 甚至还投什么票呢? 早就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就是有某些人比别人学识 更远博更具理性 特别是讲到特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 更是如此 42.英国脱欧投票之后 知名生物学家 道金斯 Richard Dock 自私的基因作者就提出抗议 认为绝大多数英国民众 包括他自己 其实都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政治科学背景 根本不该要求他们投下这张公投票 这岂不就像是要用全国公投 决定爱因斯坦的代数算得对不对 又或是让乘客表决机师该在哪条跑道降落 43.但不论如何 选举和公投的重点并不在于我们怎么思考 而是在于我们怎么感觉 而讲到感觉这件事 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也并不比其他人更强 民主的概念认为 人类的感受反映出一种神秘而意义深远的自由意志 而这也就是人权的本源 虽然每个人的聪明程度高下有别 但自由程度一律平等 就算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佣 也和爱因斯坦和道金斯一样有自由意志 因此到了选举日的时候 他的感受在他投的票上 也就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要 那感受所影响的不只是选民 还包括领导者 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 脱欧派由强盛哥夫·戈尔夫领头 在卡麦隆辞职后 哥夫原本支持强盛担任首相 却在最后一分钟反悔 宣称强盛并不试任 自己将出马竞选 哥夫打坏了强盛的一盘棋 也有人认为这是不择手段的政治暗杀 44 但哥夫的辩词是诉诸自己的感受 解释道 在我的政治生涯里 每步我都自问 什么是我该做的 你的心怎么说 呃 45根据哥夫的说法 他就是因此才卯足权力推动英国脱欧 也因此不得不在背后 捅自己过去的盟友 强生一刀由自己进驻龙头宝座 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心是这么说的 这种对心的依赖 可能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致命弱点 一旦有人不管是在北京或旧金山 研发出相关科技 能够骇入并操纵人心 民主政治便将成为一场情感丰沛的木偶戏 你真以为有自由意志 自由主义相信感受 相信自由选择 但是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自然 也称不上久远 过去曾有几千年的时间 人类相信权威来自神级 而非来自内心 该推崇的是神的话语 而不是人的自由 要到最近几世纪 权威的来源才从天上的神 变成有血有肉的人 而很快 权威的来源可能再次改变 从人类转移到演算法 在过去 神的权威是靠着宗教神话所建立 人的权威是靠着自由主义 这套故事所建立 至于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 则可能建立起大数据演算法的权威 同时完全推翻关于个人自由的信念 正如前一堂课所提 科学对于人脑和人体运作方式的研究成果显示 人类的种种感受 既不是什么人类独有的精神灵性 也不代表什么自由意志 所有的感受 只是哺乳动物及鸟类都拥有的生化机制 用来快速运算生存和繁殖的几率 感受的基础也不是直觉 灵感或自由 而是运算 猴子、老鼠或人类看到蛇的时候会感受到恐惧 是因为大脑里的几百万个神经元迅速计算了相关资料 并得到死亡的可能性很高这个结论 而如果根据另一套生化演算法的计算 发现有很高的可能性 可和附近的某个个体成功交配 建立社交连结 或达成其他令人渴望的目标 性吸引力的感受就会上升 至于像是愤怒、内疚或宽恕之类的道德感受 则是出于与团体合作相关的神经机制 这些深化演算法都经过几百万年演化的磨练调整 如果某个古代祖先的感受犯了某个致命错误 塑造这些感受的基因就不会再传给下一代 因此感受并非与理性背道而驰 而是一种演化上的理性 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各种感受是出于运算 原因就在于这些迅速的运算 还远远不在我们能意识到的门槛 因为我们感觉不到大脑里几百万个神经元 是怎样运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 就有了一种错误的想法 以为我们对蛇的恐惧 对伴侣的选择 或对欧盟的看法 是出自什么神秘的自由意志 然而 虽然自由主义在种种感受 反映出人类的自由意志这点犯了错 但直到今天 依情感来决定的做法仍然还算是有道理 因为虽然各种感受并没有什么神奇或自由的地方 但讲到该读什么科系 该跟谁结婚 该把票投给谁 靠感受仍然是我们手中最好的办法 而且也没有什么外部系统能够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感受 不管是中世纪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或是苏联特务机构KGB 就算他们每分每秒监控我的一举一动 还是少了必要的生物知识及运算能力 无法害尽我的身体 了解种种生化程序 如何塑造我的欲望和选择 所以在实物上 大可直接说 人有自由意志 因为人的意志 主要是由内在力量交互作用而成 而外界就是看不到 于是我可以骗自己说 我掌控着自己神秘的内在领域 外界永远无法真正理解我心里发生的事 知道我如何做出决定 因此 自由主义要大家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不要听什么祭司或政党官员说的话 其实这也没讲错 然而 电脑演算法很快就能给你 比人类的感受所能提出的 还要更好的建议 随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KGB 让位给了谷歌和百度 自由意志大概就会被拆穿 也让自由主义的使用价值降低 改听演算法的就对了 我们现在正处于两次巨大革命的交汇 一方面 生物学家正在解开人体 特别是大脑和人类感受的种种奥秘 与此同时 电脑科学家也让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资料处理能力 生物科技革命与资讯科技革命融合之后 大数据演算法就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 而掌控一切的权威 也就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电脑 如果我每天遇到的各种机构 企业和政府都能了解 甚至操纵过去我以为没有外人可进入的内心世界 我大概也就不会再以为自己具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 医学领域已经是如此了 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医疗决定 并不是取决于自己觉得是否健康 甚至也不是看医师做出什么诊断 而是要看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身体的电脑 得到怎样的运算结果 再过几十年 大数据演算法大概就能搭配持续的生物统计资料流 24小时监测我们的健康状况 早在我们出现任何 感觉之前 演算法就能侦测到流感癌症或阿兹海默症纯纯欲动 接着就能针对每个人的体质 DNA和性格 量身推荐适合的疗法 饮食和每天的服药方案 这样一来 人类将能够享有史上最佳的医疗照护 但也正因为如此 大概永远无法摆脱生病这回事 毕竟身体总有什么地方不在最佳状态 总还有什么是能够改进的 在过去 只要不觉得痛 或是没有像跛脚之类的明显失能 大概就会觉得自己再健康不过 但是 到了2050年 有了生物统计感测器和大数据 演算法之后 可能早在疾病造成疼痛或失能之前 就能得到诊断 并且开始治疗 但这样一来 大概也就老是得面对一个又一个的病况 得要遵守这个或那个演算法的建议 不想听演算法的 那么医疗保险就有可能遭取消 或是会被老板解雇 毕竟为什么他们要为你自己的固执己见付出代价呢 例如抽烟这件事 现在只是有个整体的统计数字 告诉你抽烟和肺癌有关 你要继续抽 也是自己的选择 但以后可能是有个生物统计感测器 明确警告你 刚刚在您的左上肺检测到17个癌细胞 这时候要再继续抽烟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不想管感测器说了什么 但感测器又把警告传给你的受险顾问 公益 他主管和你的母亲 你要怎么办 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真的去好好面对所有的大小疾病 我们很可能会干脆直接告诉保健演算法 大多数时候他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他大概只会定期把境况通知 寄到我们的智慧型手机里 告诉我们已侦测并消灭17个癌细胞 如果是整天担心自己生病的 绿病症病人 或许还可能真的去看这这那些通知 但我们大多数人大概只会一眼瞄过 就像我们现在懒得细看那些凡人的反电脑病毒通知一样 但大多数人并不正了解自己 医疗领域已经发生的事很可能即将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 扮演关键角色的发明就是生物感测器 在穿戴或植入人体之后 能将各种生物程序转换成电脑 能够储存和分析的电子资讯 只要有了足够的生物统计资料及运算能力 外部的资料处理系统就能害尽你的身体 得知你所有的想望、决定和意见 换言,他们能够完全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 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 我是到了21岁 才终于走出几年的自我否认 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 而我绝非特例 许多同性恋男性在整个青少年时期 都无法肯定自己的性倾向 现在想象一下2050年的情况 或许有演算法可以告诉青少年 他位于同性恋异性恋光谱的哪个位置 甚至还能告诉他这个 或许这个演算法会先秀出一些 性感男女照片或影片 再追踪你的眼球移动、血压和大脑活动 只要短短5分钟 就能找出你在竞赛量表上的数字 46.如果早有这种城市 我就不用有那么多年 活得如此挫折了 或许你自己并不想做这种测试 但哪天就是和一群朋友 一起去了另一个朋友的无聊生日派对 有人提议所有人都来玩玩这个超酷的新演算法 做测试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围观 还会对结果七嘴八舌 你要直接掉头走人吗? 就算你真的掉头离开 继续躲着自己、躲着同学 你也躲不掉 亚马逊、阿里巴巴或秘密警察 每当你浏览各个网站 看YouTube影片 阅读社群媒体的动态 演算法都会偷偷监控你、分析你 再告诉可口可乐 如果要卖给你什么冒着气泡的饮料的话 该用的广告模特是八块腹肌的猛男 而不是身材火辣的美女 你根本对这些一无所知 但他们对这一切却是了若执掌 而且这些资讯可以卖底十亿美元 但同样的或许这一切将会是完全公开的事 所有人心甘情愿分享自己的资讯 好取得更好的建议 而且最后就是直接让演算法为他们做决定 一开始只是些简单的事 像是该看哪部电影 打算和一群朋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吗 第一就是要决定看哪部片 或许在五十年前你别无选择 但今天有了各种随选及看的服务 足足有几千部电影任君挑选 这下要让大家意见一致就难了 可能你自己喜欢科幻惊悚片 阿明却爱浪漫喜剧片 小华又说要看法国艺术片 到头来妥协的结果 可能就是挑了某部无聊的B级电影 人人都不满意 演算法在此就可能派上用场 只要告诉他 你们每个人以前看过最爱的分别是哪几部片 演算法就能根据庞大的统计资料库 找出最适合你们这群人的完美电影 但不幸的是 像这样的演算法还太粗糙 容易出错 特别是大家都知道 自己说喜欢什么 常常并不能反映出你真正的喜好 常有的事情是 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某部片真是神作 觉得自己不看不行 结果虽然看到一半就睡到不省人事 但事后可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是个俗人 所以还是要向大家声称这部片真是太好看了 47 但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与其根据我们自己提供的不可靠资讯 只要允许演算法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搜集及时资料就行了 最简单的 演算法可以监控我们看完了哪些电影 又有哪些是中途就放弃 就算我们告诉所有人乱世佳人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 但演算法会知道我们从来就没能看超过半小时 根本没看过片美亚特兰大陷入佛海的场景 决策这出戏将来会怎么演 然而演算法能做得远远不仅如此 工程师正在研发软体 希望能从人类眼部及脸部肌肉的动作来侦测情绪 48 这样一来 只要在电视机上再装一颗够好的摄影镜头 这种软体就能知道哪些场景让我们发笑 哪些场景使我们哀伤 又有哪些场景令我们无聊 再进一步的做法 如果演算法能够与生物统计感测 气连结 演算法就能知道每个画面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跳 血压和大脑活动 假设我们看着昆廷塔伦提诺的黑色追击令 演算法可能会发现 那个强暴场景让我们起了一点难以察觉的性兴奋 纹身不小心一枪爆了马纹的头 我们知道不该笑但都笑了 还有那个关于大卡胡纳汉堡的笑话 其实我们看不懂 但都赶快跟着笑以免被别人发现 人在假笑的时候 运用的大脑回路和肌肉其他时和真心大笑不同 虽然人类自己通常察觉不到 但生物统计感测器可不会放过 49 电视的英文字television的语言 来自希腊文的tele 即拉丁文的visual 原本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事物 但很快就可能是让别人从远方看见我们 正如欧威尔在小说1984里的想象 我们看着电视的时候 电视也正看着我们 等到我们把整部黑色追击令看完后 可能自己早就忘了大半 然而很可能是Netflix 网飞 Poor 亚马逊 或是任何拥有这套电视演算法的人 将会知道我们的性格类型 也知道怎样就能触动我们的情绪 有了这些资料数据 Netflix和亚马逊 除了能帮我们挑片 挑得精准无比 更让他们能够为我们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像是该读什么科系 在哪里工作 和谁结婚 当然亚马逊不会永远不犯错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管是因为资料不足 城市错误 目标定义不明 又或者人生本来就是一团混乱 总之 各家演算法 都一定还是会时不时犯下各种错误 50 然而亚马逊并不需要做到完美 只要能比我们这些人类强就行了 而且这并不难 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 也老是在人生最重要的决定犯下可怕的错误 比起演算法 人类会因为足城市错误 进基因或文化上目标定义不明 人生一团混乱 而犯下错误的机会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演算法面临的问题 再依此推论 人类永远不会信任演算法 但这有点像是列出民主的所有弊端 然后推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种制度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 说民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治制度 其他的制度就更不用提了 不论是对是错 人类也可能对大数据演算法得到相同的结论 虽然演算法漏洞百出 但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了解人类如何下决策 想要依赖演算法的心情也可能越来越强烈 掌握人类决策的机制之后 就更能提升大数据演算法的可靠程度 同时也降低了人类感受的可靠程度 而等到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成功骇入我们这套人体作业系统 人类就将面临铺天盖地而来的种种精准操纵 广告和宣传 到时候要操纵我们的观点和情绪 可能再简单不过 于是我们也不得不依赖演算法来反制 就像是飞行员 一旦因为眩晕而产生空间迷向 就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官 而必须全然相信仪器 真相由谷歌决定 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情况下 民众可能完全没有选择 只能被逼着服从大数据演算法的决定 然而就算在自由社会里 演算法也可能成为权威 因为过往的成功经验 让我们把越来越多问题上交给演算法来处理 最后也就逐渐失去为自己下决定的能力 只要简单回想一下 短短不到20年 就已经有几十亿人把 一件可说是最重要的任务 全然交付给谷歌搜寻演算法 搜寻相关的可信赖的资讯 我们不再亲自去搜寻资讯了 而是都靠谷歌一下 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谷歌来寻找答案 自己搜寻资讯的能力就会下降 今日的真相 已经是由谷歌搜寻排名最顶端的结果来定义 51人类的身体能力也已经发生这种情况 以找路为例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会让谷歌来导航 到了十字路口 虽然直觉可能是叫他们左转 但谷歌地图说右转 在过去他们大概会听从直觉 结果一左转就遇上赛车 最后错过重要会议 于是下一次他们决定听谷歌的就向右转 而且准时到达目的地 就这样他们从经验学会了要相信谷歌 如此又过了一两年 他们已经习惯了盲目遵照谷歌地图的指示 如果智慧型手机当机 他们将会完全手足无措 2012年3月 三名在澳洲的日本游客 决定要到一座离岸小岛一日游 结果却把车一头开进太平洋 21岁的司机野田小姐后来说 她只是照着GPS的指示 GPS说我们可以开过去 她一直说会把我们带到一条路上 然后我们就开进去了 52还有几个类似的例子 有人冲进湖里 有人栽到桥下 显然都是开车的时候太听GPS的话 53找路的能力就像肌肉 不用就等着退化 54至于要选择另一半 或选择从事哪项专业的能力 也是如此 每一年都有几百万年轻人 要决定读什么科系 这是个既重要又困难的决定 父母朋友和师长各有想法 让你深感压力 而且你还有自己背负的恐惧和想望 受到各种好莱坞大片 垃圾小说和高明的广告笼罩和操纵 要做个明智的抉择真的很难 尤其你其实不知道 想在不同的每个专业出人头地 到底各需要什么条件 而且你真的那么清楚 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吗 优秀的律师要有什么条件 我能面对压力吗 我有团队合作精神吗 一个学生之所以去读法律 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解 甚至可能是因为对律师工作有错误的想象 律师可不会每天上演慷慨激扬的辩词 一再高喊抗议停上 与此同时可能有个朋友决心实现童年的梦想 虽然没有适合的体格以及自律的毅力 还是进了专业芭蕾学校 几年过后 这两个人都非常后悔 但在未来或许我们就能靠谷歌来为我们做出这些决定 谷歌会告诉我 我上法学院或芭蕾学校就是浪费时间 但如果当个心理学家或水电工 将会非常出色 而且非常快乐 等到AI比我们自己更知道该选择哪种职业 甚至是人际关系 我们对人性对人生的概念将会不得不改变 人类习惯把人生看成一场戏 由一连串的抉择所构成 在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眼中 每个人都是自主的行动者 不断对世界做出各种选择 各种艺术作品 不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 真、奥斯汀的 小说甚至是俗烂的好莱坞喜剧 通常讲的都是某个英雄做了什么特别重要的决定 譬如 哈姆雷特问 生存还是毁灭 马克白问 是要听从妻子的话 刺杀邓肯国王 还是要听从自己的良心 放过他 傲慢与偏见的伊丽莎白则问 是要嫁给科林斯先生 还是达西先生 基督教和穆斯林神学同样重视这场决策大戏 认为究竟是得到永恒的救赎 或是勇士的诅咒 就取决于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随着人类越来越依赖AI来做决定 这种对人生的观点会发生什么事 现在我们只是信赖 由Netflix来推荐电影 由谷歌地图来决定该往左走 还是往右走 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交由AI来决定要读什么科系 在哪里工作 和谁结婚 人生就不再是一场决策大戏了 民主选举 自由市场 这些机制将会失去意义 而且大多数的宗教和艺术品也是如此 想象一下 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拿出智慧型手机 问问脸书演算法 她是该继续和卡列宁厂乡厮守 还是要和时髦的弗伦斯基伯爵私奔 又或是你最爱的任何一出莎士比亚戏剧 里面的角色居然是一遇到重要决定 就先问问谷歌演算法 如此一来 哈姆雷特和马克白的生活大概能过得更买 舒适 但那究竟算是什么生活 我们有什么理论模式能把这种生活说出个道理 随着权威从人类转向演算法 世界可能就不再是个自主的人们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剧场 相反的 可能我们会认为 整个宇宙就是资料的流动 每个生物 不过就是一套生化演算法 至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任务 就是打造一套无所不包的资料处理系统 然后与系统融为一体 就算在今日我们也已经就像是一枚又一枚小小的晶片 装在一套大到没有人真正理解的资料处理系统之中 以我本人为例 我每天都要透过电子邮件推特文和各种文章吸收无数的资料 处理完这些资料之后 又要透过更多的电子邮件推特文和文章传回去新的资料 我真的不知道这世上一切的背后是有爱 什么宏观的架构 我身属何处 我所产出的资料数据 又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电脑产生的资料数据进行连结 而且我没有时间找出详尽的答案 光是回信就已经焦头烂额 哲学改变不了人心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 认为重要的决策通常涉及道德面向 而演算法又不总道德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把重要的决定交给演算法处理 然而就算是在道德方面 也没有理由认为演算法的表现会比一般人差 今日智慧型手机和自动驾驶车等设备 已经开始接手一些原本专属于人类的决定 也开始应对一些早已派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道德问题 举例来说 假设有两个小孩追求 忽然冲到一辆自动驾驶车的前方 开着这辆车的演算法 立刻完成运算 得出结论 想避免撞到两个小孩 唯一的方法是转进对象车道 但这样很可能撞上迎面而来的卡车 而根据运算结果 如此将有70%的可能 会让目前躺在后座 睡得正田的车主 一命归天 演算法该怎么决定 无事物无像这样的电车难题 哲学家其实已经讨论几千年了 之所以叫电车难题 是因为现代哲学讨论时的基本范例 是在铁轨上跑的电车 而不是自动驾驶车 56 但讨论了几千年 却根本对人类实际行为没什么影响 遇到紧急状况 什么哲学全都抛在脑后 一切都由情绪和直觉来处理 1970年12月 有一场社会科学史上相当令人不快的实验 那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 对象是一群受训要回牧师的学生 当时他们叫所有学生立刻赶往远处的一座演讲厅 在旧 好撒玛利亚人 Good Samaritan 这个预言发表演说 这个预言讲的是 有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要前往耶利哥 但遭到强盗抢劫和殴打 丢在路边等死 过了一会 有一个祭司和一个立位人经过而看到他 但两人都未停下脚步 相较之下 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犹太教相当鄙视这个教派族裔 路过 立刻停下来照顾他 救了他的命 这个预言告诉我们 人是好是坏 应该由实际行为来判断 而不是由所属宗教来判断 这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 一心想赶往演讲厅 路上想的都是怎样 才能好好解释好撒玛利亚人的道德寓意 然而实验人员在路上安排了一个人 穿得破破烂烂的 坐在门口 低着头 闭着眼睛 每个没起半点疑心的学生 经过时 这个受难者都会发出咳嗽及痛苦的声音 但绝大多数学生完全没停下脚步来关心 更别说要提供任何帮助了 要赶去演讲厅所造成的情绪压力 已经压过了他们想帮助受难陌生人的道德考量 57 还有其他许许多种状况 都是人类的情绪战胜了哲学理论 因此 如果要讲全世界的伦理和哲学史 会是个理想很美好 但现实很残酷的沮丧故事 毕竟有多少基督徒真能把另一边的脸也转过去让对方打 有多少佛教徒真能超脱利己的执念 又有多少犹太人真能爱灵如己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不过就是天则把智人塑造成的样子 一如所有哺乳动物 智人也是靠着当下的情绪快速做出各种攸关生死的决定 从几百万个祖先那里 我们继承了他们的愤怒、恐惧和欲望 而这些祖先每个都通过了最严格的天则品质控管测试 但不幸的是 适合在一百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生存和繁殖的特点 不见得会让你在21世纪的高速公路上是个负责的人 每年都有超过一百万人 因为司机分心、愤怒或焦虑而死于交通意外 我们当然可以派出所有哲学家、先知和神职人员 好好给这些司机上上伦理课 但只要一回到路上 还是又会回到孤辱动物的情绪和草原本能 也正因如此 才让神学院学生无视受苦的路人 也让司机在紧急状况下撞倒无辜的行人 从神学院到真实生活之间的断倪 正是伦理哲学最大的实际问题 康德、米尔、罗尔斯这些哲学大师 当然能坐在舒舒服服的大学讲堂里 花上好几天大谈伦理道德的理论问题 但在司机发现危急的瞬间 急都急坏了 哪还有时间管这些人有什么结论 或许对于舒马赫 有人欲为史上最佳的F1赛丑来说 还真来能边赛车边思考哲学问题 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舒马赫 然而电脑演算法并不是由天泽塑造而成 而且既没情绪也无直觉 所以到了危急的瞬间 他们继续遵守伦理道德的能力 就比人类高出许多 只要我们想办法把伦理道德原则编码成城市 带入统计资料和精确的数据就行了 如果我们教康德、米尔和罗尔斯怎么写城市 他们就能在舒舒服服的研究室里 为自动驾驶车写出城市 确保每辆自动驾驶车在路上 都遵守所有伦理规范 而且实际上 这根本就像让舒马赫和康德合而为一 担任每辆车的驾驶 这样一来 只要城市里规定 自动驾驶车必须停车 帮助遭遇危难的陌生人 不论是赴汤导火 它都将在所不辞 当然如果你针对这些汤汤活活 另加个例外条款 情况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 如果自动驾驶车的城市 就是写着要转进对象车道 救那两个小孩 你绝对可以用生命打赌 自动驾驶车就是会这样做 这也就是说 设计自动驾驶车的时候 丰田或特斯拉 等于是把过去 在道德哲学的理论问题 转化成实际的工程问题 当然哲学演算法 永远不会是完美的 错误还是会发生 有人会受伤 有人会死亡 更有随之而来 麻烦不已的诉讼 史上第一次 可能会有哲学家 因为所提的理论 造成不幸结果 而被告上法庭 因为这也是 史上第一次能够证明 哲学概念与现实生活的事件 有直接因果关系 然而 如果只是要取代人类驾驶 演算法并不需要 做到完美无缺 只要比人类更好就行了 而有鉴于 人类驾驶每年造成 超过一百万人车祸死亡 要表现得比人类好 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总之 到头来 你会希望隔壁车的驾驶是谁 是某个喝醉的死小鬼 还是舒马赫和康德的联手化身 58职场上 更需要哲学家 这套逻辑不仅适用于驾驶 也适用于许多其他情况 像是申请工作 在21世纪已经有 越来越多时候 是有演算法 决定是否聘用某人 当然我们不能由机器来定定相关伦理标准 这件事还是得由人类自己来 但只要一确立了这个职场的伦理标准 像是不得歧视黑人或女性 接着就可以用机器来实施和维护这项标准 59 某位人事经理可能心知肚明 歧视黑人和女性有违伦理道德 但遇到某个黑人女性来申请工作 却还是下意识产生了歧视 而不予录用 如果我们是让电脑来评估求职者 并在编写程式时 就设定要完全忽略 种族和性别因素 电脑一定就会乖乖跳过这些因素 因为电脑并没有潜意识可言 当然 要编写这种求职来 这评估程式并不容易 而且也还是有风险 工程师可能不经意 就把自己潜意识里的偏见 写进软体里 60 然而如果是这种错误 发现后要清除也并非难事 至少是比清除人类脑中的 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 难度要低得多 我们已经看到AI兴起之后 可能会把大多数人类挤出就业市场 包括像是司机和交通警察 没了鲁莽的人类驾驶 只剩下乖乖开车的演算法 交通警察也就无用武之地 然而对哲学家来说 可能会出现一些崭新的工作机会 他们的专业技能在过去 没什么市场价值 但未来可能会突然变成 当红炸子机 所以如果想读个 未来能找到好工作的科系 或许哲学领域不见得是太糟糕的赌注 当然哲学家对于什么叫做对的行为 很少有共识 像是电车难题之类的问题 答案很少能让所有哲学家都满意 例如米尔这样的结果论者 以结果判断行为 他的想法一定会不同于康德这样的义务论者 以绝对的规则来判断行为 特斯拉不过是要做一辆自动驾驶车 真的得要自己在这种棘手的问题上选边站吗 或许特斯拉只要把烫手山芋丢给市场就行 直接生产两款自动驾驶车 特斯拉利他款和特斯拉自我款 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利他款会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主人 至于自我款则会不顾一切来保护主人 撞死两个小孩也在所不惜 至于消费者 就能根据自己偏好的哲学观点来挑选车款 这样以来 如果比较多人买了特斯拉自我款 你也不能怪特斯拉 毕竟顾客永远是对的 但这可不是什么玩笑 2015年一项首开先河的研究中 请参与者假想自动驾驶车 即将撞到几个路人的情境 大多数参与者都认为 就算可能会牺牲车主 但自动驾驶车还是应该保全 那几个路人的生命 只是 等到再问他们会不会想买一部设定 是牺牲车主 顾全整体利益的车 大多数人又都说了不 如果讲的是自己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特斯拉自我款 61 想象一下这个情境 你买了一辆新车 但启用之前得先打开预设选单 勾选一个选项 如果发生事故 你是希望这辆车牺牲你的性命 还是牺牲另一辆车上的家人的性命 你真的想要做这个选择吗 想想看 如果真选了其中某个选项 会不会和老公大吵一架 所以或许该由国家介入 直接制定一套所有自动驾驶车都必须遵守的伦理准则 肯定会有某些立法委员兴奋不已 毕竟终于有机会写出大家都会乖乖遵守的法律了 但也有某些立法委员会深感坠立不安 因为这背后代表的是要负起前所未有 简直是极权主义的责任 毕竟在过去的历史上 幸好法律的实施必然有其局限 也就能制衡立法时的种种偏见、错误和过度 像是各种反同性恋、反亵渎神级的法律 都从未全面实施 实在是非常幸运 而看着政治人物不时犯错 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有这样一套制度 会把他们的决定彻底贯彻 像重力一样无所不在 别怕机器人 但需提防机器人的主人 很多人之所以害怕AI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AI会一直听话 永远顺从人类 已经有太多科幻小说和电影 描写着机器人反抗人类主人 在大街上四处乱窜、恣意屠杀 然而机器人可能带来的问题 其实恰恰相反 我们是该害怕机器人 但原因应是 他们永远只会服从主人 绝不反抗 当然盲目听从不见得会有问题 但这前提在于主人得是个好人 就算在战场上 如果双方全用杀手机器人上场 就能确保这是史上第一次 真正遵守战争法的战役 人类士兵可能一时受到情绪影响 就犯下谋杀、强盗、强奸等等 违反战争法的罪行 讲到情绪 我们常想到的是爱心、同情和同理心 但到战场上 控制、招人的情绪 往往是残酷、仇恨和恐惧 而由于机器人没有情绪 就能放心相信 他们会一字一句遵守所有军事规章 永远不受个人恐惧和仇恨的影响 62 1968年3月16日 一群美国士兵在越南南部的美来村 行动变了调 集体陷入疯狂 竟屠杀了大约400名平民 这起战争罪行的起源 是当时士兵已经打了好几个月的丛林游击战 他们自行在当地做了这个残暴的决定 这场行动既没有任何战略目的 也违反美国的法律规定与军事政策 这是一场出于人类情绪影响的错误 63 如果美国当时在越南派的是杀手机器人 美来村大屠杀就绝不可能发生 但也先别急着研发和部署杀手机器人 我们不能忘记 机器人的表现一定就是内建城市码的反应及放大 如果城市码规定要有所克制 严行良善 机器人的表现就会远远优于一般人类士兵 然而如果城市码规定要冷酷无情 赶尽杀绝 结果就会是一场灾难 机器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人工智慧 而是那些人类主人天生的愚蠢和残酷 1995年7月 前波士尼亚的塞尔维亚族部队在斯雷布雷尼查镇周遭屠杀超过八千名信奉伊斯兰教的波士尼亚克族人 相较于美来村大屠杀属于无差别屠杀 斯雷布雷尼查屠杀历史持久 组织严密 反映出塞军的政策 是对波士尼亚境内的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 六四 如果塞军在1995年便拥有杀手机器人 整场暴行只会更糟 不会更好 因为任何机器人都只会毫不犹豫 果断执行街道的命令 也绝不会因为同情 对自己的心 为感到嫌恶又或单纯太过疲累 就饶过哪个穆斯林儿童的姓名 冷酷狠心的独裁者 有了这样的杀手机器人 不管下了多无情 多疯狂的命令 都不用担心士兵起而反抗 如果有了机器人军队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可能还没开始 就遭到扼杀了 如果2011年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手中有一群杀手机器人 用来对付民众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他们倒戈相向 同了机器人军队的帝国主义政府 也可以发动各种 没有民意支持的战争 不用担心机器人无心作战 或是机器人的家人会站出来抗议 要是美国在越战时期有杀手机器人 虽然可能不会发生美来村大屠杀 但越战本身却可能要再拖伤更多年 因为美国政府就不用再烦恼 像是士兵士气低落 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战游行 或是什么退伍机器人反对战争的活动 虽然部分美国公民仍然可能反战 但既然不用担心自己受征召入伍 自己没有犯下暴行的记忆 也无需承受丧失亲人的痛苦 反战游行的人数大概会大减 反战决心也不会那么强烈 65此类问题当然和民用自动驾驶车的关系不那么大 毕竟没有任何汽车制造商会蓄意设计车辆去撞死人 然而由于太多政权道德有缺 甚至根本就是心怀不轨 自主武器系统带来灾难 只是时间的问题 老大哥真的陷生了 会造成危险的不只有杀手机器人 就连监视系统也可能同样有风险 在好政府的手中 强大的监视演算法 可能会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好事 然而同样一套大数据演算法 也可能养出未来的老大哥 最后出现欧威尔笔下的那种 全面监视人民的政权 所有个人无时无刻不遭到监控 66 事实上 我们最后可能养出连欧威尔都难以想象的结果 全面而彻底监控人民思想言行的政权 不但追踪所有人的一切外在动作和话语 甚至能进入我们体内 掌握我们内心的感受 举例来说 想想看 如果北韩的金正恩拿到这项新科技 可能会想怎么运用 在未来 可能所有北韩公民都会被勒令佩戴生物统计 手环不仅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 还掌握他们的血压和大脑活动 而且随着科学越来越了解人脑 并运用机器学习的庞大力量 北韩可能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能够知道每个公民 每个时刻在想些什么的政权 如果你看到一张金正恩的照片 而生物统计感测器发现你出现愤怒的迹象 血压升高 性人体活动 增加 大概明早就已经被抓进劳改营 当然 由于北韩政权与外界相对隔绝 光靠自己可能很难研发所需科技 但相关科技可能会先由科技较先进的国家研发完成 而北韩或其他科技较落后的独裁政权 则加以复制又或购买 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断改良监视工具 而且许多民主国家 从美国到我的祖国以色列也不遑多让 以色列有新创企业之国的美名 高科技产业部门极度活跃 也有尖端的网络安全产业 但与此同时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处于致命的冲突局面 一旦真的研发出必要的科技 至少有部分领导人 将军和国民都会很乐 立刻在约旦河西岸布下全面的监视系统 就算在今日 只要巴勒斯坦人一打电话 发了脸书贴文 又或是前往另一座城市 就已经很可能遭到以色列的麦克风 照相机 无人机 或间谍软体监控 这些搜集到的资料 会再用大数据演算法进行分析 让以色列维安部队 无需真正动用太多人力 就能找出并消灭潜在威胁 巴勒斯坦人看起来像是握有 约旦河西岸的一些城镇和村庄 但其实以色列人控制着那里的天空 电波和网络空间 所以虽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口 足足有大约250万人 但只要用少得惊人的以色列士兵 就得以有效控制 2017年10月 曾有一起悲哀而荒谬的事件 一名巴勒斯坦工人 在自己的脸书账号 发了一张在工地的自拍照 就站在一台推土机前面 在照片旁边 他用阿拉伯文写了早安 但演算法自动翻译 这些阿拉伯字的时候出了错 把意为早安的伊瑟贝雲 误判成伊地贝雲 意思就成了杀光他们 以色列维安部队怀疑 这名男子是恐怖分子 打算用推土机冲撞碾过人群 立刻将他逮捕 要等到他们发现是演算法出错 这名男子才得到释放 然而那则叫人紧张的脸书发文 还是遭到删除 毕竟小心死的万年船啊 六四八巴勒斯坦人今天在约旦河西岸的处境 大概只是个简单预告 未来或许全球几十亿人终将落入同样的局面 数位独裁政权 在二十世纪后期 民主国家的表现通常优于专制国家 是因为民主国家更善于处理资料数据 民主制度采用分散式的资讯处理 由许多人和机构做出决定 而独裁制度则是把所有资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处 以二十世纪的科技水准来说 把太多资讯和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并不是有效率的做法 在当时没有人能够及时处理完所有资讯 并做出正确决定 这也就成了部分原因 而让苏联做出的决策水准远低于美国 也让苏联经济远远落后 美国经济一大截 然而AI很快就会让中白摆向相反的方向 有了AI就能集中处理大量资讯 甚至因为机器学习 在分析愈多资讯之后的效果越好 所以AI可能会使得集中式系统 比分散式系统效率更高 在不考虑任何隐私问题的前提下 在一个资料库里就拥有10亿人的完整资讯 绝对会比只拥有一百万人的部分资讯 更能训练出优秀的演算法 举例来说 如果有某个专制政府命令 所有公民进行DNA扫描 再将所有医疗数据提供给中央机构 这时比起那些医疗数据需严格保密 以维护隐私的社会 专制政府就能掌握在遗传学和医学研究的巨大优势 一心想把资讯集中 在20世纪曾是专制政权的主要弱点 但到了21世纪却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优势 随着演算法 变得如此了解我们 专制政权能够对公民进行绝对的控制 程度甚至超过纳粹德国 而且公民可能完全无力抵抗 这种政权不仅能明确掌握你的感受 甚至还能控制你的感受 独裁者可能给不了公民医疗保健或平等待遇 但却能让公民一心热爱他 而且憎恶他的对手 目前这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存有不少缺陷 不可能在生物科技和资讯科技大融合的局面下生存 不是需要成功改头换面 成为全新形式 就是会让人类陷入数位独裁的生活之中 不过我们并不会回归到希特勒和史达林的时代 数位独裁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差异 可能就像是纳粹德国与法国旧制度 regime的差异一样巨大 路易十四也是个极权的独裁者 但当时并没有足以建立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科技 虽然路易十四的统治并未受到抵抗 但当时既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话和火车 路易十四也就很难掌控布列塔尼某个偏远乡村的农民 甚至连巴黎市中心市民的日常生活也难以掌控 当时不论在意愿或能 历上路易十四都不可能建立大众政党 全国青年运动或国家教育体系 69是因为20世纪出现了新科技 才让希特勒有了做这些事的动机和能力 我们无法预测2084年的数位独裁政权 会有怎么样的动机和能力 但要说他们只会想成为另一个希特勒或史达林 大概是不太可能 而如果有人只是打算用1930年代的方式 来重新打这场仗 有可能会遇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攻击 反而令他们措手不及 演算法将成为独裁者 就算民主制度成功适应调整而生存下来 人民也可能遭受到新形态的压迫和歧视 即使是现在 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银行、企业和机构 运用演算法来分析资料 做出与我们相关的决定 你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 申请单很可能是由演算法处理 而不是由人类审核 演算法分析你的大量资料 和其他几百万人的统计数据 据以决定你是否可靠 该不该提供贷款 一般来说 演算法用在这里 会比人类银行行员表现更佳 但问题在于 若是演算法里藏着某种歧视不公 我们将很难察觉 如果银行拒绝给你贷款 你问为什么 银行会说 演算法说不行 我哪里有问题 银行会说 我们也不知道 没人知道这套演算法背后的道理 总之就是一套先进机器学习的结果 只不过我们相信我们的演算法 所以不会贷款被你 其实 如果被歧视的是某个群体 例如妇女或黑人 这些群体能够组织起来 抗议他们集体遭到歧视 然而现在演算法 有可能歧视的就是你这个人 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原因 有可能是你的DNA 过去的记录 又或是脸书账号上有些什么 引起了演算法的注意 演算法歧视你 并非因为你是女性或是黑人 而是因为你就是你 就是有些什么关于你的特质 演算法不喜欢 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特质 而且就算你知道 也没办法找到 人和你一起大声抗议 因为没有其他人会遇到一样的偏见 就是只有你而已 到了21世纪 除了过去的集体歧视之外 我们可能还要面临日益严重的个人歧视问题 在最高的权力阶层 可能还会有几个人类 让我们有个错觉 以为演算法只是顾问 最终的权威还是在人类手中 我们不会任命某个AI 来担任德国总理或谷歌的执行长 但那位总理和执行长的决定 会是由AI制定 总理还是会有几个不同的选项 但所有选项都会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 反映的也就是AI看世界的方式 而非看Sikilen 让我们举个类似的例子 今天世界各地的政治家 也似乎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之间做选择 但几乎所有选项反映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观 政治家有一种以为自己有得选择的错觉 但真正重要的决定 早就由经济学家、金融业者和商人 在提出选项时就做完了 而再过几十年 就可能是由AI来提出选项 恭喜政治家进行挑选 人工智慧和天然愚蠢 一个好消息是 至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 我们还不用担心科幻小说 那种AI产生意识 杀光或奴役人类的噩梦 我们会愈来愈依赖演算法 为我们做决定 但演算法不太可能开始 有意识地操纵人类 事实上 他们不会有任何意识 科幻小说常把智能与意识混为一谈 并认为如果要具有与人类相等 甚至更高的智能 电脑就必须发展出意识 几乎所有关于AI的电影和小说 基本情节都围绕着电脑或机器人 产生意识的那个神奇时刻 而他们亦有了意识 不是人类主角爱上机器人 就是机器人打算杀光所有人类 又或是同时并行 但实际上并没有理由相信 AI会获得意识 因为智能和意识 是天差地别的两种概念 智能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意识则是能够感受痛苦 喜悦 爱和愤怒等情绪和现象的能力 我们之所以会两者不分 是因为对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来说 智能与意识会携手同行 哺乳动物处理大多数问题的时候 是靠感觉 但电脑会意的 要提高智能的路 其实有好几条 而其中又只有一条 需要凭借意识 就像是飞机不用发展出羽毛 但飞行速度已经比鸟更快 电脑也不用发展出 哺乳动物所需要的感受 就能比哺乳动物更会解决问题 确实AI必须准确分析人类的感受 才能好好替人类治病 找出人类的恐怖分子 推荐人类挑选谁当另一半 在满Z行人的街道上驾驶汽车 但是这一切并不需要他自己有任何感觉 演算法只需要学会辨别 原类在快乐 愤怒或恐惧下的生化模式 并不需要自己感受到快乐 愤怒或恐惧 当然 AI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展出感受 我们目前对意识的了解 还不足以完全下定论 大致而言 需要考虑三种可能 V 第一种可能 意识在某种程度上 与有机生化基转相关 因此只要是非生物的系统 就不可能创造出意识 第二种可能 意识与有机生化基转无关 而是与智能有关 这样一来 电脑就能够发展出意识 而且如果要跨过某种智能门槛 就必须发展出意识 第三种可能 意识与有机生化基转或高智能 并无重要关联 这样一来 电脑确实可能发展出意识 但并非绝对 电脑有可能具备极高的智能 但同时仍然完全不具意识 就目前的人类知识看来 这三种可能性都无法排除 然而正因为我们对意识所知太少 短时间内似乎还不可能设计出 具有意识的电脑 因此 虽然AI具有巨大的力量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 AI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以人类的意识为准 这里的危险在于 如果我们太注重发展AI 但又太不注意发展人类的意识 那么电脑有了极先进的人工智慧之后 可能只会把人类的天然愚蠢更加增强 退化且驯化的人类 在未来几十年内 我们不太可能碰到机器人叛乱的问题 但机器人可能已经比父母更知道怎样可以触动你的情绪 并且会运用这种神奇能力来对你进行推销 让你想买某辆车 想把票投给某个人 或是想接受某种意识形态 这些机器人能够找出我们最深层的恐惧 仇恨和渴望 再用来对付我们 从近年许多国家的选举和公投 就已经可以预示到未来 骇客透过分析选民资料 运用选民现有的偏见 就能知道怎样操纵个人选民 72科幻惊悚片常常上演的是烈火浓烟 轰轰烈烈的天起末日景象 但实际上天起日可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点击当中 悄悄而且频繁的来临 想避免这种结果 每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工智慧 就应该同样投入一美元一分钟来提升人类意识 但很遗憾 目前对于人类意识的研究和发展所做并不多 我们对于人类能力的研发 主要都是为了因应目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迫切需求 而不是为了让人类在长久之后 仍然是一种保有意识的生物 譬如上司会希望我回复电子邮件愉快越好 但他对于我品尝和欣赏眼前食物的能力毫无兴趣 结果就是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收电子邮件 也就慢慢失去了重视自己感官感受的能力 整个经济体系逼着我要扩大投资组合 让投资更多元 但完全没让我有动机去扩大同理心 让我的同理心更多元 于是我投入大量心力想了解证券交易的种种奥秘 但几乎不花什么心思来了解痛苦背后有什么深层成因 在此人类已经像是其他经过驯化的家畜了 例如我们培育的乳牛 性情温顺 乳量惊人 但在其他方面远远不及其野生祖先 既没那么动作灵活 也没那么好奇 没那么懂得变通 七七三 我们现在也正在培育一种驯化的人类 产生的资料量惊人 而且能够像是巨大资料处理机器中的高效晶片一样运作 然而这些资料牛绝对称不上是发挥了人类的最大潜能 事实上 因为我们还太不了解人类的心灵 根本无从得知人类最大潜能是什么模样 然而 我们却几乎没有投入够多心力来探索人类的心灵 只一心想着要提升网络连接的速度 提升大数据演算法的效率 再不注意 最后的局面就会是退化的 人类滥用着持续升级的电脑 伤害自己 也伤害世界 未来的危险 还不止数位独裁一项 自由主义秩序背后的价值观除了自由之外 也很重视平等 自由主义一直强调政治上的平等 也慢慢发现经济上的平等几乎同样重要 如果没有社会安全网的机制 与一定的经济平等 自由就毫无意义了 然而 正因为大数据演算法可能会抹去自由 同时 也就可能创造出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让所有财富和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 大多数人类的痛苦将不是受到剥削 而是更糟的局面 再也无足情